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因为这个头戴鸭舌帽的身影 与不久前发生在这里的一起恶性杀人案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0年8月20日7点45分 东盛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接到报案 称家住警官和河岸一别墅内的梁某 被人杀死在家中 被订的这家人就是警官和那个旁边 个小二楼 发子也是比较漂亮 也比较斜野 门口停着一辆那个 土瑞轿车 一个高道的轿车 主人就住在二楼 越内的二楼 给人有一种印象 就是这家住户是非常富裕的 我现场的情况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女主人是 她是被杀害在二楼的卧室里 这庄两层楼的别墅里 住着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外孙 老两口二楼卧室里的保险柜被打开 其中的财物被洗劫一空 当天到上 六岁的外孙惊慌失措地跑到邻居家 说外婆被人杀害 有邻居代为保安 由于孩子刚满六岁 对成人的认知度有限 又受到过度惊吓 只粗略描述了嫌疑人 唯一名身穿黑色上衣 头戴鸭舌帽的男子 民警发现 别墅大门上没有翘痕 嫌疑人是用钥匙正常进入院内 同时民警还了解到 这家的保姆就在别墅的外屋住着 每天保姆带着钥匙 他要把这个每天要出入主人家 要用自己的钥匙 这后人家的大门打开 他才能进到家里 保姆一直在有我们勘察现场的时候 没有出现 非常奇怪 工具了解以后 他这个保姆正常的以后 他的作息应该是早晨 六点多钟的时候 他应该起床 起来以后就做早餐 为什么我们到这个时候以后 不介意和男主人 不介意和这个保姆呢 民警发现 保姆所在的房门是紧锁的 屋里全然没有动静 一种不祥的预感 迅速笼罩在刘建平的心腾 我们以后用这个技術手段 把这个保姆的房门打开的时候 其中这一个一点 被撒害了 保姆被撒害在自己的房间中 我们初步分析了 这个犯罪行人应该是 先将保姆撒害以后 拿着保姆的钥匙 因为从保姆那个屋子来勘察以后 没有大的反动痕迹 经过现场勘察 保姆和女主人在不同房间被杀害 女主人的屋内保险柜内 四千元现金和珠宝被抢 警方初步断定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抢劫杀人案 熊杀爱的现场 这个给我的感觉 当时以后这个 非常的 非常奇怪 非常特别 有区别其他的 当时的时间 应该是九孩去上学的 人去上班的时间 车水马 人是非常多 而就是这样一个 人来人往的时间 恰恰也是被害人家中 男主人外出沉淀的时间 嫌疑人选择这样一个地点 这个时间段作案 显然是有备而来 民警在勘察现场时发现 嫌疑人对被害人控制有效 手法凶狠 案发现场的周围居民 并没有听到两名被害人的呼救 说明受害人 几乎没有做什么反抗 这个犯罪嫌疑人 应该是 非常那个体格是非常好的 把社会上控制得非常 就是非常到位 也没有多大的搏斗的痕迹 留下 根据现场脚印的轨迹 嫌疑人杀害保姆后 直奔二楼女主人 说明嫌疑人对现场 有长时间的踩点过程 熟知女主人在哪个房间睡觉 据受害人家属说 每天早上六点 老联口都会起床外出沉淀 而这段时间正是暑期 老伴在家中看外孙 所以没出门 凶手选择在这一时间段作案 显然对这一家的作息规律 了毒指掌 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犯罪嫌疑人对现场 应该是熟悉的 而且熟悉掌握以后 这个受害人家里人员的活动情况 男主人出去呈列 应该是在他的这个计算之中 就在警方分析 是生人还是熟人作案的时候 技术人员在院内一个角落的防盗门和门厅之间 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处非常不显眼的足迹 但就是这么一点痕迹 却给民警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这个防盗门是从来不开启的 有些像里边也会物内 里边还堆放一些东西 他试图从这进入 从这个微小的这一点 我们风险当时风险 他对现场 这主任的活动情况应该是掌握了解 但是对现场又非常的不熟悉 他有一个不经意的一个错误的泄露 靠近大盟这个盟啊 住在盟就早就 堵起来不用 里面堵的 外面看不出来堵 但他就这样看这个 陌生人这官的看法 这个绝对是一个夹蒙 就是我们一下把当茶饭 就确定在一个 绝对是一个陌生人 这是第一师姐 确定的一个 第一重要的一个饭 否则的话 就怎么讲 无从下手 根据现场勘察的情况 以及民警的判断 犯罪嫌疑人计划之忠密 手段之残忍 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看来东盛警方 这次遇到了一个 非同寻常的对手 随后 警方围绕案发现场 方圆十公里迅速排查 几天下来 这名身穿黑衣 戴鸭舌帽的男子 却是毫无踪迹 为找一范 全场地毯排查 无意拍照 记录模糊影像 烂尾楼藏身 小玉邻居 鸭舌帽 墓镜 遮挡一切轨迹 带鸭舌帽的男人 天网满目正在破除 选择在闹市中心 景观河附近的别墅下手 嫌疑人作案的专业程度 让办案民警坚信 他在作案前有过长时间的踩点 如果警方能够从案发现场周边 寻找出其活动轨迹和规律 就会给这起命案的侦破工作 带来希望 包括写上景观河 还有早晨陈列的 还有那个在景观河里面有 搞环卫工作的 这些人员 第一世界进行了调查 询问 然后对周边的居民 诸一诸户的 进行调查 由于周围居民 大部分属于常住人口 所以打扮异常的外来人员 很容易引起注意 在走访过程中 一个行为举止 十分怪异的人 逐渐浮出水面 有一个共同点 是一个戴一个鸭舌帽 一个中年男子 近几日以后 在这个景观河 这个附近以后 当然有的时候是 是在这个景观河 游洗手 洗脸 还有是在景观河以后 是坐着乘凉 酷暑夏日 总是戴着鸭舌帽 黑墨镜 穿着长袖衬衣的 身材高大的男子 在案发现场附近涂墨 民警觉得 此人有重大嫌疑 虽说在走访中 有一对情侣在拍照时 无意记录下了她的身影 不过照片中的人影 十分模糊 而她真实的面孔 和其他特征一概不知 刹剧写人 在《祝爱子节》 甚至写在这一座城市之前 经过了 桃湖熊汤的一些 精心的策划 和应对 走访调查的结果 根本不能完整地刻画出 犯罪嫌疑人的轮廓 东盛区公安局局长刘杰决定 从另一方面入手 展开调查 犯罪嫌疑人 他每天要在现场周边进行踩点 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居住 他有没有交通工具 他以后这个 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都在咱们排查 但是几天走访下来 民警发现 嫌疑人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旅店 出租屋 澡堂 以及网吧 都没有发现关于他的痕迹 因为警官和周边面临拆迁改造 监控设施不完善 警方丝毫找不到与行业人有关的信息 值得再次围绕案发现场中心 展开地坛式搜索 由于东盛区的老城区改造 在警官和附近等待拆迁的烂尾楼 已经成了周边居民的公用垃圾厂 然而 就是在这栋人人避之不及的楼房里 民警有了意外的发现 在这个仔细搜索的时候 其中在这个烂尾楼的五楼 怎么发现以后之意 虽然是非常残缺不齐的 几枚脚案 与现场的鞋嘴花瓦是一致的 民警还在烂尾楼里 发现了瓜子皮 被褥以及酒瓶 很明显 曾经有人在这里生活过 而更为重要的是 从这栋尾楼的阳台上 可以直接看到受害人的家 这家里的一举一动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通过走访 附近居民反映 这楼里确实有人居住 警方迅速在烂尾楼 敦点少后 就在大天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 我们还在开会 也就在时候的感觉 汇报是 他们从这个楼房 带回一个人来 也在这个楼里面居住的 我说他在五楼住的 警方立刻对该名男子 进行询问 并很快确认了他的身份 刘烂楼叫马行 他在东盛以后 一个洗车店打动 他晚上夜街以后 因为夏天也不太冷 已经是没有找到 合适的租房处 然后就找到烂尾楼 不能遮风避雨 经何时 这名住在烂尾楼的男子 不是嫌疑人 但从他口中 警方得知 前几天 曾有一名举止诡异的男子 和他同在烂尾楼里居住 说五楼 他现在住在五楼 说五楼曾经 这个前几天以后 一直住一个中年男子 戴牙蛇毛 穿了孩子的外套 非常神秘 没有过多少正面的交流 但是以后 他反映这一情况 也只是以后 在夜街以后 有一次横截短的对话 感觉以后 像是山东 或者东北 这一代的口音 五大三粗 比较非常以后凶恶 不和人交流 也是同样 还是戴着墨镜 警方的推断 得到了印证 这里果然是这名 头戴鸭舌帽的 重大嫌疑人的落脚底 但流浪汉也说 这个男子 即便是在晚上 依旧没有摘下 他的墨镜 因此流浪汉 也不能清晰地描述出 他的向往 我感觉 应该是说 从事行动 从九二年开始 到现在 正办大大小小的 一阶线案件 尤其是面案 抢劫案 这个运谋周密的 一些抢劫案 真正像样的对手 这是第一个 应该是说 遇到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对周边的走访和调查 仍然在进行 但反馈的信息量 却是少之又少 嫌疑人就像鬼妹一样 在东盛这座城市 几乎没有留下 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神秘的身影 暗藏怎样的真相 天野的追踪 能否还原 故意义的行踪 跨越艰难 在茫茫大海中捞针 细致推断 能否被案件侦破 带来转机 带鸭舌帽的男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警方开始了 由内向外 游进极远 对现场周围的路面 街面 以及街边门店的监控录像 大海捞针式的搜索 全局民警 24小时不停息的 在3000多个监控探头 拍下的20号当天 近72000小时的监控录像里 寻找嫌疑人逃离现场的见证 就在案件侦破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 负负视频监控组的民警得知 在现场门前的一条南北向的路 其中现场北侧一位住户家 大门上安装有监控录像 民警调阅时发现 案发当天7点40分左右 有一名身穿深色衣服 戴鸭舌帽 被跨包的男子匆匆经过 与现场幸存的小孩 描述的犯罪嫌疑人提到特征 高度吻合 虽然监控录像的画面很模糊 但此人身穿长袖外套 戴着鸭舌帽 与其他路人完全不同的装束 引起了民警的高度关注 从监控中可以看出 这个神秘的身影 沿着马路由东向西走去 那里正是火车站的方向 在东盛区遍布全区的摄像头 把大街小巷全部置于监控范围内 因此想要跟踪这个装束特别的人的行径路线 并不是什么难事 很快 民警跟随其行走方向 调来沿途监控录像 发现此人经过一家饭店 继而通过火车站岗路口 到达火车站广场北侧 总共就是他走了是两个街道 两个街道以后最终到达了火车站 到火车站最后一个监控显示的时候 我们在调取到火车站站台 站台上有一个街道看到他的身影 但是这个身影一过去以后 再就找不着他的地方了 再就找不着了 究竟他有没有买票上车 他上了哪次车 到底要逃到哪里 如果能够调查清楚这些信息 那么此人的身份也就能得以确认 民警迅速赶到火车站走访调查 从一个熊刀工人走往上来 说是疑似犯罪嫌疑的这个长相特征的 也是铁路沿线往包头方向走了 这下告诉我们这个情况 我们心里面 基本上就是对这个熊刀这个按他逃离方向 想直接破案这一个 这些线索彻底就顶如是失去了 结合监控画面中 嫌疑人在案发当天的逃离路线 带压舍帽的男人已经进入警方视线 可是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沿着火车铁轨 步行逃出了东盛 好不容易追踪到的线索 从此失去了踪迹 警方并没有就此灰心 他们决定用倒查的方式 摸清嫌疑人作案前在东盛的活动轨迹 警方决定 调及全市的三千多探头 查清嫌疑人从到达东盛起的所有活动路线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细节 这个人他不可能会飞 他来的时候与他来的踪迹 去的时候他有他去的踪迹 那么我们会设下接控组了 要从8月20号倒着我会看 因为这个量比较大 我们扯了50多名概念 从这个10号20号一直倒着我会看到10号 从8月1号到8月20号 20天的时间3000个公共摄像头 这些视频资料加起来 应该是144万小时的监控 民警对嫌疑人留下的录像资料 进行一遍遍的认真比对 就不信嫌疑人不在这3000多个探头里面露一次力 当时看监控就看到这就是有那种有反想呕吐那种感觉 因为看着时间长精神精神高度集中非常烦那种感觉 烦的就是很想吐那种感觉 但是没办法我们还得继续往下看 因为这个监控录像呢 它的聪储量有些 必须的抓紧时间从镜 一个镜积远一直看下去 如果再时间长了 那么它就把这个聪储顶出去 就没有了 看不到了 所以说我们还得抓紧时间 这样的查找和比对持续了一个多月 终于在8月11日的视频监控中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他在一个路口处一闪而逝 警方立即调取了周边的监控资料 很快发现了此人8月11日的活动轨迹 紧接着12日13日14日18日的活动轨迹 也浮出水面 民警分析 此人在城区活动的十天中全是步行 反映出他不是本地人 而且生活拮据 根据他反复出现在同一个区域可以判断 此人在东盛区人生地不熟 能够活动的范围有限 同时也能够证实此人是在踩点 寻找作案目标 在西原新村东向的监控录像中 犯罪嫌疑人由远到近走向摄像头 在8月11日 8月13日 几乎能看到此人的面部 在邮政储蓄监控录像中 甚至能够近距离看到此人的外貌 可以说以后从他从犯罪嫌疑人进入东盛区 到以后他作案 作完案以后逃离 这一会儿以后我们将他的以后 每天的行则录像 完完整整 一点不差的以后 做出一大行则录像 那行则录像我们每天都会绘制这一场图 经过努力 民警先后确定了一百多个点位 有的时候是个影子 或者他的身体某一部分呈现在了警方的面前 但是由于摄像头质量 自然光线 监控设备色差等原因 造成了拍摄到的犯罪嫌疑人 衣服帽子颜色有细微差别 此外 因为摄像头机位高度 拍摄角度不同 肉眼观察到的嫌疑人身高也有不同 为了更为精确的判定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民警进行了侦查实验 一名民警 穿上与嫌疑人相似的长袖外衣 戴上鸭舌帽和墨镜 步行经过这些有区别的摄像头拍摄区域 再调阅摄像资料观察 最终得出结论 虽然看上去有差别 但是通过对这些摄像头拍摄到的嫌疑人的体态 步伐进行比对 和流浪汉的指认确实是同一个人 在比对的过程中 我们的步伐专家非常确议地说 这绝对是一个人 在8月20号逃离现场的人和这几天看的视频监控的可疑人员 就是一个人 通过监控 民警们完整地勾画出来 犯罪嫌疑人在东盛购买凶器 踩点 行凶的整个活动轨迹 更重要的是 通过各种侦查实验发现 进入火车站 在站台消失 沿着铁轨朝着包头的方向 徒步走去的那名男子 就是犯罪嫌疑人 追寻万里之遥 风雨奸长 西林草原小镇天降审兵 揭开伪装 一株真实面目 滔天罪恶 难逃灰灰法网 戴鸭舌帽的男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民警分析 嫌疑人徒步沿着铁轨逃跑的方向 途径地有达拉特起 包头 于是重点对这些地方的 火车站周边的旅店 开展工作 进行地产式搜索 果然在包头东河火车站附近的 一家小旅店 排查到了它的住宿记录 当时我们发现到的一个身高 身高体貌特征 以及它的以后这个明显的标准 戴鸭舌帽 戴着墨件 穿着外套 又戒备着一个黑色的包 根据旅店 留了一些它的身份信息 当时留的信息 叫王庆志 是满洲里在来暖 民警迅速来到 王庆志的户籍地走访排查 发现自然平时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最大的特点就是 非常喜欢赌博 因为赌博已经输得倾家荡产 债态高筑 案发期间 王庆志的去向 没有任何人知道 民警调取了 王庆志的户籍照片 让看到过 他在景观河边洗手 洗脸的一些护理工 清洁工等多人辨认 证实 王庆志就是那名 戴鸭舌帽的神秘男子 此刻也和王庆志在哪 我们也和这个围绕他 重点开展一些工作 就在十月二十四日 我们情报中队的 也和这个工作人 也和在这个 履地也解锁中 发现以后 王庆志在 西林格勒 十月二十四日 早上六点 在西林格勒 在西林格勒蒙一个镇上的 小鱼馆里 发现王庆志的踪迹 并立即实施了抓捕 那人搁起 拿进入屋的 拿去的我最把跟你的 看下妈来 小路马 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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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 går 睡梦中的王清志看见突如其来的东盛警方 心理防线彻底被击垮 民警打开他随身带的包 包里和犯罪现场一样的塑料胶带 望远镜和墨镜等工具 使这场罪恶昭然若揭 案发六十多天以来 刘建平和他的战友们终于看清了 这个藏在鸭射帽墨镜后面的真实的面孔 在压介路上 刘建平酷不及待的与他进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访 大家说了 这个最后以后这个在野图压解的过程中以后 他交代了自己犯罪事实 这个以后这个 非常常量地跟大家说了 这个博力你已经输了 这个你已经输了 那么现在以后你这个犯罪 你为什么要选择诺尔多斯作案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作案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实际作案 这个以后我 这个整理性的 我跟他有 这个一直以后这个 在整破过程一直控制我的一些问题 我都也和大家现在交流 2010年10月25日 东盛警方经过60多天的博弈 终于将谜底彻底公之以后 所有参与820案件的民警最为关注的是 嫌疑人王清志 一直躺在压舌帽下的 那张真实的脸 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想 看一下这个警戒长得是什么样子 栽掉帽子是什么样子 两个多页的接空摄像头 看到的压舌帽 看到的那个 一拳一拐的人 到底是指一个什么样的长相 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这是我当时心里边 最想明白的 最想知道的 就想看到这个真实的脸是什么样 党带了65个日日夜夜的 东盛父老乡亲 最热的 发对风的 就是他 中安中队接到审讯王清志的命令后 队长刘云飞和全体美景 全都换了警服 并将审讯的环境 进行了刻意的布置 营造一种野宿 威严的环境 让他一下子突破下来 把他一些 阻碍的一些细节也好 什么 就包括赃物的 因为这种命案 他将来有一些 赃物有阻碍工具 这些的熊枣印证 只有把正案 才能把它尽快的 有理有据的送到断头台 经过审讯 王清志对抢劫杀人的事实 供认不讳 王清志酷爱赌博 因此债态高筑 妻子也因此与他离了婚 无法承担巨额债务的 王清志 蒙生了抢劫的想法 8月11日 王清志独自来到 鄂尔多斯市东盛区 经过几天的准备 8月20日 王清志 最终实施了抢劫杀人 东盛区公安局副局长 刑侦大队大队长刘建平 率领所有参与侦破 820案件的民警 接受了隆重热烈的 欢迎仪式 当地的市民 受害人家属 更是自发地 拿出鲜花锦旗 感谢连续两个多月 注意工作的公安民警 随着我们地发经济的快速的持续的发展 外来人可能继续增加 我们想要行的挑战 更复杂的案件 可能还在合同 但是我总觉得 只要我们赋予高科技含量的打方空体系建设 能够持续不断的推上 一个一个的跨越性的形参界 只要我们这次队伍 死终结持 天天严管 保持持续不断的 瓦升的战斗力 我们还是有信心 甚至有一定的把握 应对类似的 甚至更胜以抽的一些 更高以抽的一些 一些犯罪行 在东盛的大街上 治安巡落的警车随处可见 他们为这托平安之城 漠漠奸善 清晨的景观河 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和美丽 人们在冉冉升起的阳光里 尽情地享受着 这座城市 给他们带来的 平安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